刚刚谈到这个贯穿点 贯穿点基本上就是一个临界点 这临界点当然就是以可见性来看 可见性记不记得我们的期中考就考过 就是线跟线的可见性 其实我们在判断线跟面的可见性的时候 其实也是利用线跟线的可见性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概念 其实可以延伸到现在来使用 所以像以刚才画完的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我们刚才前一页画出来的贯穿点 KHKV 那这条线到底它跟我的三角形贯穿是 在前面贯穿还是后面贯穿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还是要有一个判 从投影图来判施出来 那判施的过程中间基本上还是利用线跟线 利用线跟线的可见性 所以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 怎么去判断两条线之间利用投影图 看出来是谁遮住谁 对不对 那这个概念大概从一开始 我们在讲这个正投影的时候 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 好所以像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我们如果从下面 先从下面往上看 像这条线像这条线一只 这个EF这条线如果从F这个端点往内 往这贯穿点去移动的过程中间 它在跟我的三角形的第一个边 叫做BC边 对不对 它就产生一个类似重影点 然后这边有个重影点 所以刚刚说过 这个其实是两个点 对不对 这是两个点 这不是一个点 这是两个点 但是这两个点谁遮住谁 这两个点谁遮住谁 就影响到后面这一段线 到底是在前面还是躲在后面 所以我们从这个直立投影图 因为这是第三向线 现在是第三向线 不是第一向线 所以要搞清楚 第三向线是躲在后面的 所以直立投影是在下面 那从F这个端点往内移 跟我的BC边产生的第一个重影点 然后把它对应上去看 原来其实在这个地方是重影点 但是对应上去 它的E的SuperH是在上 就是代表BC边 BC边的EH在这边 那EF的水平投影的这个2 2SuperH这个点在这里 那所以2H跟EH比来说 2H比较靠近什么 比较靠近我的主机线 所以反过来推到 推到这个直立投影图 来看的话 应该是谁遮住谁 因为第三向线是在后面 然后水平是在下 直立在这下 水平在上 那这个2比较靠近主机线 所以比较靠近我的什么 靠近观察 观察者的眼睛 所以是EF会遮住BC 这是第三向线投影会有这个特性 所以接下来 穿过这个重影点 穿过这个重影点之后 到贯穿点之前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2比较靠近 2比较靠近主机线 所以比较靠近我们的观察眼 观察的眼睛 所以接下来这边会遮住我的三角形 所以这边直线就画出来 然后通过贯穿点 当然它就躲到后面去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不可能通过贯穿点 还跑到上面 那等于没贯穿了嘛 是不是这样 你这个点一直到贯穿点 它是直线在上 但是贯穿点 就类似过山洞一样 过山洞之后它就被遮住了 所以后面这边就不用画 这段就不用画 然后再接下来 穿过CDAC的时候才会跑出来 对不对 所以同理这边这样画出来 那在水平投影也是一样 你可以从这边选 其实从哪边选都无所谓了 那只是课本是用这个例子 如果这些从1的SUPER H这边对应过来 它跟我的AB这边有个重影点 从这个重影点对应下来 我的4在上 3在下 对不对 那3代表的是AB嘛 AB这个边 所以代表4会在上面 3会在下面 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从这边过来的过程中间 是我的EF一样会遮住我的什么 会遮住我的AB 所以我这个从1SUPER H过来的直线 通过这个重影点 它还是会看得到 然后再通过这个贯穿点 就躲到后面去 然后再跑出来 所以它的可见性 它的可见性就可以利用 这种重影点的概念去判断出来 这个应该跟之前 其中考虑概念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把它变成是用 线跟面之间的关系 OK 好 再来一个更麻烦的 但是其实这个麻烦是麻烦的 但它其实原理都是一样 刚才我们其实也有谈到 两个负斜面的交线 有没有 两个负斜面的交线 我们刚才其实是说 有没有 两个负斜面的交线 我们用两个辅助平面 就可以做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 两个负斜面利用两个特殊的正垂面 去得到它的交线 这是一种方法 那接下来这边的方法 接下来这边的方法 我们就用 用什么方法 用线跟面的交点 贯穿点 因为原理跟刚才我们有说过一个一样 三角形 你把三角形DF当成是一个 当成是一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ABC 你把它看成是两个相交的直线 就是AC这条直线 跟BC这条直线 那我把AC这条直线 跟我的三角形DF产生的贯穿点 以及BC这条直线 跟三角形DF产生的贯穿点找到 那这两个贯穿点 不就代表它是什么 叫交线 所以这是一个alternity 就是替代方法 你如果今天不用辅助平面的方式的话 所以像我们期末考 可能就会考你们 用两个方法来找附前面的交线 对不对 一个就可以利用辅助平面法 一个就是利用贯穿点的方式 那贯穿点的意思就是 你把其中一个平面 当成不要当成是真的 当成是两个相交直线 所代表的那个平面 所以这边的话 我利用像这边就是意思 我AC这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那这条直线我要找 跟我的三角形DEF的贯穿点 那就刚才那个做法 什么做法 就是拉一条水平机 拉一个R平面 那这个R平面的水平机 就是跟它一样 对不对 那当然延伸下去 它有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VR 那个VR就不用画了 就是它的直立机就不用画了 因为我们今天care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care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水平机嘛 所以利用这个水平机 沿着这个 那这个水平机基本上 是跟我的AC的水平拖引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一样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 这条线跟我的DEF产生两个交点 有没有 这边就产生两个交点 这个就是它的 它的交线嘛 那从这边过来 对应下来 对应到哪里去 对到 我妈跨个回忆 就是 这边是 这个是 好了 我们一个人看 D1 D1是在哪里 D1是这里 D1 D1是这里 所以 这个点 这条 这条 这个HR 这个水平机 这边跟它相切的时候 跟我的D1 那这条D1的交点 对应下来 是到这里 是到这里 好 那另外 还有什么 另外我的另外一个一个点在这里 这个是在D1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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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有一个点 所以这两个点把它连起来 有没有 这两个点连起来 这两个点连起来的直线 就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这个面 就是 R这个平面跟三角形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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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D2 D1 D2 D1 D1 D2 D1 D1 D5 D1 代表一個平面,所以這兩個橡膠直線 一個產生一個貫穿點,另外一邊產生貫穿點 兩個貫穿點連起來就是它的膠線,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做法 利用貫穿點的方式,我們來找兩個負斜面的所謂的膠線 雖然圖看起來比較複雜,但其實原理跟剛才一樣都是很簡單 都是在找所謂的貫穿點 當然剛才直線跟平面的相交也有產生所謂的可見性 那平面跟平面相交也有可見性,對不對 那它的可見性像這個就是剛才那個例子 你剛才把這兩個點找到之後,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去判斷誰遮住誰,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所以它就是用兩個方式去畫 用這個pattern,不同的pattern去畫出這個不同的面 那它的做法跟剛才就是找我們說直線 做直線跟平面的貫穿點可見性的判斷方法一樣 基本上還是線跟線的關係 所以像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現在從這個c點往上得到這個重影點了 這個重影點代表這條直線bc跟df的關係 所以把它重影點對下來,我的df在這裡 所以它得到一個點在這裡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bc,那bc得到點在這裡 所以這是第三向線投影,所以代表什麼? 1在2的上面,那1在2的上面 所以代表是上面這個點會怎麼樣? 我今天是從這邊過來嘛 那1在2的上面,1是代表df嘛 對不對?所以代表df會遮住什麼? df會遮住我的cabc嘛 所以你的線到這邊之後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縮到裡面去啦 所以這邊就看不到啦 看不到就把它不用畫出來 然後過了貫穿點呢?再跑出來嘛 好,那這個地方知道另外一邊就不用再做啦 為什麼?這邊其實是一樣的嘛 這邊也是一樣的東西啦 因為它這是一個連續的平面嘛 這個連續的平面你在這邊躲起來 這邊總不可能跑出來嘛 對不對?你這邊已經 這條線已經衝過這個重影點 它已經躲到後面去了 那你這邊呢? 這邊不可能突然又跑出來了嘛 是因為面是continuous的啊 是連續的嘛 所以你這邊躲下 經過這個重影點 你的面已經躲到這個 就是三角形的abc已經躲到def的後面 那這邊當然也是一樣啊 這邊當然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就可以不用做 你就可以把水平投影這邊的這個 這個可見性就已經可以畫出來了 好,那直立投影一樣 再做一遍 直立投影呢?做的方法 直立投影做的方法 它是從這裡做啦 從這邊做 bc bc跟我的df一樣 又是跟df 然後得到這個重影點 那從這個重影點再對上去 一個在這裡 一個是在這裡 那所以4會在後面 3是在前面對不對? 然後4在後面 4代表是bc嘛 所以bc過來這邊之後 接下來它被遮住了 所以它這邊接下來躲到後面 然後通過貫穿點又跑出來了 所以這樣子同理 就可以把整個面的可見性 香蕉之後的它的可見性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了 OK 這個沒問題 直線跟平面 那當然香蕉 就不是平行就是香蕉嘛 那香蕉除了一般的香蕉 它還有一個什麼? 垂直香蕉 對不對? 那垂直跟 垂直的香蕉 跟平面 就是它反正有 有特殊的情況就是這個 直線跟平面垂直 那直線跟平面垂直 它當然一定會有一個貫穿點 那當然這貫穿點 我們一般把它叫什麼? 叫什麼? 垂直 是不是? 好 那但是基本上的原理 我們今天如果要找一條直線 跟某一個已知的負斜面 或平面 反正不管怎麼樣什麼面 如果要跟這個平面垂直的話 那基本上 我的作法 我要從一些所謂的輔助的方式去判斷 這條直線跟我的平面有沒有垂直 就是利用什麼? 就是利用平面上的直線 你這個平 這條AB直線如果跟我的Q平面是垂直 那我Q平面上所有的直線 是不是跟AB也是垂直 對不對? 這是它的重屬性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很容易理解嘛 好 那當然 這邊當然所有的直線 包括跟它有沒有相交 相交當然這個也是垂直 你沒有跟它相交 基本上這條線跟它也是垂直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什麼? 負斜面 那我要找這個負斜面上面的一個 垂直這個負斜面的一個 一條直線 那怎麼找? 那今天這條直線是 這個平面是用 用trace來表示的 那 那我們要找直線跟直線垂直嘛 因為我們現在要找這個負斜面上的某一條直線 負斜上 不是負斜面上面的某一條直線 今天如果要找一條直線 找一條直線來垂直我這個負斜面 那怎麼找? 那按照剛才的說法 剛剛說的什麼? 平面上面的所有的直線 跟你這條垂直它的直線一定也垂直嘛 所以這邊接下來要談的就是 反而會回到我們之前談的什麼 直線跟直線垂直的關係啊 那我們之前在談直線跟直線垂直的關係 有特別談到怎麼句話? 直線跟直線垂直 如果兩個都是負斜線 當然 你從投影圖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那我們只能夠寄望 如果有一條直線是特殊的直線 那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如果某一條直線它是水平線 或者是前平線 或者whatever 任何一條單斜線的話 那它的垂直的關係會呈現在哪裡? 會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嗎? 這個是我們上次有談到的 兩條直線如果是垂直 其中有一條是單斜線的話 它的垂直關係會呈現在 它所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說 這個Q是一個負斜面 那我今天要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那所以我們剛說過 你要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那所以你基本上就是找 平面上面的一條直線 或兩條直線都沒有關係 跟這個你要找的那條 跟平面垂直的那條線垂直就好了嘛 所以這邊的做法就是說 那 像這邊的做法就是說 我 從哪邊? 我從 我從這Q平面上去畫兩條直線 就是本身是Q平面的直線 它是一條水平線 那一條是前平線 所以 NA是什麼? NA是水平線 平面的水平線 然後MB呢是平面的前平線 前平線 那畫這兩條直線的關係 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要讓我們來方便找到 某一條直線跟它Q平面垂直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直線跟直線的垂直 必須是其中某一條直線 如果是特殊的單斜線的話 那它的關係 垂直關係才會呈現在 它所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找 像NA是水平線對不對 NA是Q平面上的水平線 那我的這條直線 跟我的Q是垂直的話 那這條直線跟NA會垂直 對不對?也會垂直 但是它的垂直關係 因為NA是水平線 所以它的垂直關係 我可以從它的水平投影圖看得出來 NA是Q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那因為我們說過 這條直線是垂直我的Q平面 所以這條直線就會跟我的NA也是垂直 那因為NA又是水平線 所以NA跟這條直線的垂直關係 我們就可以直接從水平投影圖去看出來就好了 那同理MB是前平線 前平線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MB跟我的這條線也是垂直 那所以它的垂直關係會呈現在直立投影 然後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利用這個關係 我就去找Q平面上的兩條前平線 找兩條 一條是前平線 一條是水平線 好 那找出來之後 那怎麼樣找Q平面上的水平跟前平 這個是上上禮拜或是上上禮拜的上上禮拜 我忘記了 好像更早以前就講過了對不對 怎麼去找Q平面上的 今天Q如果是用Trace來表示 你怎麼去找Q平面上的水平線跟前平線 這之前看過了 所以像是找水平線的話 我們就是在什麼 在Q平面 在直立基這邊 直立基這邊找一個點 找一個點 然後一樣呢 畫平行水平 平行主機線的一條線過來 然後呢 它的水平投影這邊呢 畫平行什麼 平行HQ嘛 平行HQ 那得到的NA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水平線 Q平面上的水平線 然後再從水平基這邊 從水平基這邊找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M 那M的話呢 從這邊畫一條平行主機線的線上過來 然後在這邊對應上去得到 在主機線這邊有一個N super V 從這邊拉一條直線平行我的直立基 那得到的MB 這條直線就是它的什麼 前平線 那這樣子的話它正好會交在某一個點 那從這個點呢 你再去拉一條直線去跟你的直立基平行 從這邊再拉一條直線跟水平基平行 那這樣所得到的這條直線 假設叫KL好了 那這條KL直線就會是垂直我的什麼 垂直我這個Q平面 懂不懂 所以利用這兩個特殊的直線 懂不懂 什麼特殊的直線 Q平面上的水平線跟Q平面上的前平線 我們就可以去畫出跟我這個平面 即便它是一個負寫面所垂直的一條直線 OK 那當然原理就是什麼 原理就是剛剛我們說過的 你這條線如果跟它垂直的話 它跟上面的所有的直線都垂直 那跟所有的直線都垂直 當然不方便 當然我們就要找兩條最特殊的直線 因為在投影圖上 垂直的關係必須是特殊的直線才看得出來 OK 所以同理應用 接下來就是一些應用 應用什麼 我要從已知的一個點 S點 要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那當然這個三角形ABC是一個附斜線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們的做法也很簡單 就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你要過S點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那當然我就是要找三角形ABC上的兩條線 或是一條線跟它垂直嘛 那當然我們找兩條線比較方便 因為剛說過 我們就要找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跟平面上的一條前平線 那這樣子的話它的垂直關係 就可以對應在水平或直立投影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好所以那三角形ABC上 你怎麼找它的前平線跟水平線 這個也是之前之前的之前講過了 對不對 三角形ABC你要找它的水平線 A1 A1 A1是前平線 A1 那你找一個點 從A的SUPER H拉過來 然後最後交到這個BC邊 得到A1的水平投影 那對應下來就是A1的磁力投影 所以A1是一條前平線 A1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你就從C這邊拉過來 看哪一邊比較方便都可以 C拉過來C2 那C2是平行我的主機線 那得到的這個 2這個交點 對應上去C2 那C2就是一個水平線 那你有這個水平線A1 前平線A1 水平線C2的話 那我的S 這個是Given的 已知的點 SSUPER H 跟SSUPER V 對不對 我從SSUPER H 就拉一條直線 跟誰垂直 跟水平線垂直 那水平線是什麼 水平線是C2 不要垂直錯了 對不對 因為你也跟這個 跟A1 A1 你跟它垂直就怪怪的 對不對 所以從SSUPER H 對應C2 這條直線 就是三角形ABC上的水平線 跟它垂直 然後從SSUPER V這邊 拉一條直線 跟我的A1垂直 先平線垂直 那這樣的直線 就是什麼 那如果再繼續把它延伸 到這個D點好了 那這邊有個D的H D的V 那這個SD 這條直線 就會是什麼 垂直三角形ABC的直線 因為這條直線 反正是任意的 因為你 但是它是要過這個點 那過這個點的前提 要過這個點 你要跟三角形ABC垂直 所以你就 反正不管 你就先把這個 三角形ABC上的水平 跟前頻找出來就好 那水平 前頻找出來的話 對應 對應水平線 就是在水平投影這邊 跟它垂直 對應前頻 就是在它的什麼 直立投影這邊跟它垂直 那這樣所得到的直線 就會符合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 就是你這條直線 如果是跟三角形ABC垂直 它跟三角形ABC上 任意的一些直線 都會是垂直的關係 那任意的直線垂直關係 尤其因為不好找 所以我們要找三角形ABC上的特殊的 什麼 特殊的單斜線 那這樣的話 在它所對應的投影面 就會有所產生這種垂直的效果 好 這也是一個應用 這個同理的概念 過S點 我要做一個平面垂直 就是EF 剛才是一個平面給你 你過一個椅子點 去做跟它垂直的直線 那現在這個反過來 現在是一條直線已經給你的 你要過這個點 做一個平面 跟這個直線垂直 反過來嘛 對不對 剛才是面先有 然後去找直線 現在是直線先有 你要找一個平面跟它垂直 那也很簡單 我們說平面其實不一定是真的平面嘛 我們的平面就是兩個相交的 相交在某一個點的直線 兩條相交在某一個點的直線 是不是它也可以展開成一個平面 對不對 我們說平面的表示方法有很多啊 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們這邊很簡單啊 因為你這個是 這是附斜線嘛 那你要跟這個附斜線 做一個跟附斜線垂直的平面 那我們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過這個S點也是以致嘛 對不對 那過S點以致 那你就過S點做一個 S點的水平線 過S點的前平線 這個AB AB 這個是 AB就是前平線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過S點的CD是水平線 但是 這樣子的做法 你要過程要注意就是什麼 像你要過S點做這兩條AB跟CD相交的直線 當然這代表就是一個平面嘛 但是你要確保這個平面是垂直我的EF啊 所以當你在做過S點做的這個前平線的時候 做它前平線AB的時候 它的AB的直立投影要怎麼樣 要垂直我的EF的直立投影 對不對 這邊要垂直它嘛 然後看這邊垂直 然後呢 過S點去做你的CD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要做條水平線 所以你的S點的水平線 那所以它在直立投影這邊是 欸我們講錯 AB是 AB是前平線啊 對啦 那CD是水平線 那所以你 AB是水平線 所以水平線的過程 AB是前平啊 這搞不清楚 AB是前平啊 所以AB的直立投影這邊要垂直EF 然後CD才是水平 那CD是水平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是平行主機線 但是它在這邊的 這邊的直線 就必須是垂直我的EF的 EF的水平投影 那這樣得到兩個相較直線 所代表的平面 就會跟我的EF是垂直的 對不對 這個也符合我們之前的一些 所談到的原理嘛 好 那這個又是一個延伸的應用 這是把我們之前學過的 又把它中整在一起 過A點到BC 平面BCD的距離 那點到平面的距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點到面的距離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求那個垂直嘛 對不對 你要把那個垂直找到啦 你才有辦法去找它的什麼 找它的距離嘛 你一個點到一個平面的距離 你不是要找垂直嗎 垂直就是垂直的那條直線 跟平面的貫穿點叫垂直啦 這是台灣的用法 香港不曉得怎麼講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就知道它是一個 Penetration Point 那這個平面給你一正好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平面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也不一定好做 你看這個平面它是BCD對不對 就是兩條相交的直線去展開 另外一個平面啊 那BC然後另外一條是BD嘛 那BC這條直線其實是什麼直線 BC是前平 那BD呢 水平啊 所以正好這條直線 這個平面其實是 由兩個相交的單斜線所組成的 一個是它的水平線 一個是它的前平線 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要找過A點 去過A點 要去找它的垂直 那找它的垂直 那找它的垂直 當然要先找 先要找那條直線嘛 那條直線就是過A點 要做一條直線來垂直這個平面 好這是第一個步驟對不對 第一個步驟是要從A點去做 過A點要去做一個垂直線 那過A點做垂直線 就是剛才我們的說法嘛 從A點要跟它的什麼水平線 水平線是BD嘛 所以做一條垂直 所以過A點拉一條直線 跟我的BD垂直 那它的這個 當然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 就是它垂直線就往上畫了 然後呢它的 它的另外一條 它的直線的這個直立投影呢 當然就是從A或B去拉一條直線 去跟我的什麼 CD BC 那BC是前平線嘛 那前平線就在直立投影這邊去跟它垂直 那這樣所拉出來所得到的 A super V A super H 對應到N好了 我們就是把它對應 對應到N 那這樣子的AN直線就是什麼 就是垂直 不是三角形 這樣的AN直線就是垂直這個平面BCD 平面BCD的一條直線 好那這條直線做完了 這個是我們剛才教的 做一條直線垂直某一個平面 那接下來要用的是什麼 貫穿點 所以我們把剛才的貫穿點要用到 那貫穿點怎麼用 因為你已經有一條直線啊 AN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 那我是 基本上是垂直三角 不是三角 就是這條AN直線就是垂直這個平面BCD 那接下來要找它的貫穿點 那貫穿點 因為 因為這個平面可能應該也是負斜面 這條直線也是負斜線 那怎麼辦 我們剛才講做法是什麼 這是要利用輔助平面嘛 一個線是負斜線 一個平面是負斜面 那去找它的貫穿點 就必須用什麼 用那個輔助平面的方法 那用輔助平面的方法 當然這邊就沒有畫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這條AN是已知的直線嘛 AN是已知直線的水平投影 那我就是拉一條什麼 拉一條 拉一條平面 這個平面基有沒有 應該有一個平面基跟它是一樣的 是跟AN的水平投影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這樣的直線 這樣的這個平面的平面基 就會跟我的這個平面BCD又產生兩個焦點 所以一個焦點在這裡 一個焦點這邊不夠 如果不夠畫當然你就可以延伸了 產生另外一個焦點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割線 類似把它割下去的那一條 兩個點 然後對應下來 這個是CD邊嘛 對應下來CD在這裡 然後這邊延長在這裡 對應下來 這不夠也是拉下來 所以這邊得到的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焦線 那這個焦線跟我的 剛才的AN 又產生一個焦點 那這個焦點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貫穿點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貫穿點KV之道 對應上去它的KH 所以這樣得到的貫穿點 所以AK就是什麼 從A點到這個平面的 距離的那條直線 所以這個AK當然也是一條附斜線嘛 那這個附斜線接下來要距離啊 所以就用什麼 直角三角形法 就第一次考試的內容嘛 那直角三角形法 對不對 拉一拉畫一畫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就是它的True Length 懂 所以這個就是把我們之前學過的 好幾個概念就把它組合在一起 從A點到一個平面BCD的距離 OK 其實這個概念 剛才 這邊就可以做了 這邊也是一樣 過A是點壓做到垂直對不對 那我如果問你 那它的貫穿點在哪裡 你有沒有幫我畫出來 可以嗎 貫穿點知道之後 它的距離 S到三角形ABC的距離 用直角三角形法 又可以做出來 所以同樣的啦 只不過這邊沒有 沒有叫你們做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是用這個例子來做說明 好 我們看最後是平面跟平面垂直 這個最簡單啦 平面跟平面垂直的概念 其實 看這個例子就知道了 我們如果要找平面跟平面垂直 其實你就先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那這條直線如果跟這個平面垂直 那通過這條直線的所有的平面 自然而然也跟我這個平面垂直 所以平面跟平面垂直的概念 就相對於是從直線跟平面垂直 就是衍生出來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邊說的 一條直線如果垂直平面 則包含直線所有的平面 當然就會垂直這個平面 所以像這個AB直線是垂直P這個平面 那過AB這個直線的Q、R、R、S平面 當然Q跟P就垂直 R跟P也垂直 S跟P也是垂直 這樣很簡單嘛 好 那 一個應用的案例 一個應用例題 就是說 這個三角形的ABC是已知的 那 我有一個K點也是已知的 那我要過一個K點 做一個平面來垂直三角形的ABC 那怎麼做 你看它說明你們應該就可以懂了 對不對 好不好懂 這個應該還蠻清楚的 問題是過一個已知的K點 要垂直已知的三角形的ABC 那你怎麼去做這個平面 那當然這個平面 過K點的這個平面 不一定是一定要什麼三角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兩個相交的直線 對不對 那兩個相交的直線就可以代表一個平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概念就是要過K點 先做過K點 做一條直線來垂直三角形ABC 那麼過K點來做一條直線 垂直三角形ABC 把那個直線做出來之後 你再隨便拉從K點 隨便拉一條阿媽阿狗的直線 那這樣所構成的兩個相交的直線 就是什麼 就是這兩條相交的直線 所構成的平面 就是垂直三角形ABC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 就是從基礎的東西 再往上去推理的一些概念而已 那所以怎麼去做過K點 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這就是剛才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是從三角形ABC 做一個三角形ABC上的一個 前平線水平線對不對 然後呢 從K點這邊去跟它的水平線的延伸垂直 然後呢 從K的直立投影這邊去跟它的前平線的 這個直立投影垂直 好 那所得到的這條直線就是過K點 垂直三角形ABC的直線 然後再去拉一條Forever的直線 叫KG 那這樣的話 KG跟KF所構成的相交所產生的平面 這個平面就會跟我的三角形ABC也是垂直 懂不懂 所以這個概念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重點還是在什麼 在你要先找出這條直線去垂直這個 以致的三角形 然後平面 然後再畫隨便的直線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OK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複雜的所謂的空間物件之間的那個關係 所以看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從基本的東西去推出來 然後但是只不過它的應用過程都是在投影面上去看 但是這個投影面去看的過程中間 其實你是從立體圖的概念去推論出來的 所以這個我們在所謂的空間邏輯推理的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把空間的東西你現在反推到這個所謂的投影面上 那中間這個轉換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考驗你們 或在訓練你們的所謂的空間邏輯推理 好 那這是第十章的部分 應該就沒有了 對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